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创世记》四十一章三十八至四十八节 法老问他的神博 这人显然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 我们还能找到像他那样的人吗 于是法老对约失说 既然上帝把梦的含义启示你 显然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 你要管理我的朝廷 我所有的子民都要听从你的吩咐 只有坐在皇位上的我 比你地位高 法老又对约失说 我在此任命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从手上摘下图张戒指 带在约失的手指上 给他穿上细麻布衣服 又把金链带在他的脖颈上 他让约失坐上他副手专用的车 约失所到之处 都有人高涵 跪下 这样 法老任命了约失自理全埃及 法老对约失说 我是法老 但没有你的许可 在埃及全地的任何人 都不得善自行事 法老次级约失一个埃及名字 叫撒法那的巴内亚 由把亚西纳次级约约失为妻 他是安城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于是 约失就担起管理埃及全地的责任 他开始为埃及皇法老朝廷效力那年 正值三十岁 后来 他不在法老面前服侍了 就去巡视埃及全地 如预言所说 有七年时间 地里的庄价大丰收 这些年间 约失积聚了埃及出产的所有粮食 把各城周围农田出产的穀物 储藏在城里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追求卓缘 身在以乡的约失 虽然十几年来历尽苦难 但是他没有因为流落以乡 和悲惨的遭遇而放弃自己 也没有像过客的心态一样 面对在埃及的工作 凡去他手上的工作 他都全力以赴 成绩卓缘 他剃头 刮脸 穿埃及人的衣 讲流利的埃及语 还有一个埃及的名字 然后来 看见他的亲兄弟 也都以为他是埃及人 是的 约失成为道地的埃及人 在这个地方专心工作 从外表看来 他同化的程度 可能叫本族人诈舌 甚至使人怀疑 他是不是也都拜埃及的神明 但是圣经不单止没有 责备他同化的行为 甚至技术因为他的同化 以及在以乡卓越的表现 救活了无数的人 包括上帝的选民 很多信徒误以为 世界非我家 结果白白错失了很多 在专业上见证上帝的机会 上帝喜悦我们在工作上 以卓越的表现造福者群 我们穿上各种专业的服饰 讲专业的术语 并不等于我们要拜金牛 或者奉升职加身为神灵 只要我们坚定相信 工作成就卓越 存在乎上帝 上帝若喜悦我们手上的功 他一定会赐福 专心致力于工作 别人就能够看见 我们里头有上帝的灵同在 多谢您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